河南太行知名物流公司跑路 千万商户钱获两空 1月18日 郑州 因河南太行物流跑路 商户们前往省政府维权遭遇殴打驱赶 据悉 1月15日 河南太行物流连夜跑路 同时在跑路前倒卖了的货物 连同员工工资 分公司保证金等一并卷款而逃 1月16日 商户们前往公司总部维权 却发现人去楼空 负责人早已不见踪影 之后商户们决定前往省政府维权 却遭到了警方的暴力对待 网友表示 该物流专门从事河南山西之间的物流运输 2023年还曾荣获郑州市诚信经营示范企业 如今物流跑路 受害商户几百家 金额至少涉及上千万 网传视频显示 太行物流公司的三层办公楼已经人去楼空 一楼门口墙上一张上有太行畅行 客户第一 服务质上的蓝色宣传牌很是醒目 办公楼门口和楼道里的纸片等杂物随处可见 院里除了一些积雪和几辆商户的车辆外 偌大的场地看不到一辆物流车辆 据悉这家物流公司大概有十来年了 正是出于这么多年商户和物流公司建立起来的信任 商户才敢把货交给物流公司 不知道为何要卷钱跑路 商户说 发货方和商户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货款还能不能追回来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 货款少则几千元 多则有几万元 甚至十几万元都有 十六日下午 有很多商户和发货方都在太行物流现场排队做登记 商户说 几年前 郑州已有多家物流卷款跑路了 而且都是体量很大的物流 商户的货款几乎是血本无归 客户梁先生告诉陆媒 太行物流位于郑州市中牧县九龙镇卢依庙大街 1月14日晚一夜之间就搬空了 事前一点征兆也没有 前一天还在正常发货 在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赔偿的情况下 商户们决定前往省政府维权 希望能引起政府的重视和关注 然而 他们的合法诉求却遭到了警方的暴力对待 有商户表示 他们在省政府门口举着横幅和标语 要求见到领导 却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 殴打和驱赶 有的商户受伤住院 有的商户被拘留 有的商户的手机被没收 无法与外界联系 商户们感到十分无助和愤怒 认为政府不仅没有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反而成了打压他们的帮凶 网友们还质疑 河南太行物流跑路是否有内幕 是否有政府部门或个人的保护伞 是否有利益输送的问题 近年来 大陆物流公司老板跑路事件频繁 主要是政府缺乏监管 每年都会有很多物流公司老板跑路 公安局称 上级只是不给立案 商户上房上 市政府也不作为 商户们表示 由于贷收货款 不受法律保护 物流公司老板跑路后 通常商户都很难追讨 河北农行储户取不出钱来 集体维权 1月18日 河北邢台沙河市 中国农业银行储户存款便基金无法取出 当天数十名业主前往银行网点维权 却被领导和保安阻挡在门外 维权的储户说 看中国农业银行 七八十岁老人不让进去 宣传宣传让大家都知道 看一下中国农业银行刑台市之行 老人在这站着不让老人进去 你看这个多欺负人 七十多岁的人呢 就堵着门不让人进 都是来这维权的 谁给的农行这个权利 是不是市政府给的农行权利 亏本金六万 这么多人都不让进去 这边都不让进 你看一句话不吭 你看人家多强硬 这肩膀是非常雄厚啊 中国经济持续恶化 银行业危机重重 针对储户取不出存款一事 有网友说 银行爆雷才刚刚开始 现在是多地之行和城市银行 接着就是大银行 以河南村镇银行爆雷为标志 中国的银行业崩盘已经在发生 银行只要是实质性大面积违约 那中共人民币崩盘 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我们储户送到银行的钱而提不出来 这些银行还爆雷 四大银行兼并了不少地方政府的中小银行 那么农村银行更没有什么保障了 国家也不保你 所以你存的这个钱很危险 老百姓现在非常没有安全感 1月17日 一则2023年中国GDP同比增长 5.2%新闻下放 评论区翻车 近9万条评论 对最新这份经过优化的数据 表示质疑和嘲讽 中共的数据都是政治数据 按领导人喜好编造 不能信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龙 也对大纪元表示 一线城市的就业情况都不好 只要看 第一奢侈品的采购 第二高铁 第三旅游 还有红酒销售 茅台酒的销售 就已经知道整个消费在严重收缩 1月17日晚 上海 天河湖滨家园小区物业 在合同有效期内对车位随意涨价 停车费从180元涨300元 引发小区车辆拥堵 业主不交钱 私家车便无法进入小区车库 引起业主不满 当晚业主聚集在小区围权 期间和警方发生冲突 一些业主被警方强行带走 在现场业主大声质问来维稳的警察 到底是人民养活了政府 还是政府养活了人民 网友说 一帮男警察抓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 脸都不要了 遍地干柴 他们害怕极了 不能容忍一点点的小火苗 特别是白纸革命起源地的上海 多名网友披露 北京警方近日开始严查路人手机 监控不当言论 有大陆网友称 开车经过建国门 看见警察查行人和骑车人员的手机 另一网友披露 接到可靠消息 当局严查与政府不一致的政治言论 包括一对一微信 一旦查出 会被停掉退休金和医保 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还有网友提醒 北京等地已开始查手机 请再读过敏感信息 尤其是上街出行之前 切记把手机里的敏感信息都删掉 谨防应全 免招麻烦 一段视频显示 一位女士在地铁站 被北京公安局建国门站派出所便依警察拦住 要求核查身份 该女士拒绝并质问 我没有违法 为什么要核实我的身份 后来便一招来了着装警察 最后强行把该女士带走至派出所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经济持续下行 外资大量撤离 没撤离的外资也艰难维持 网传台湾著名企业家郭台铭二弟郭台强经营的正威集团旗下子公司 赴港电子昆山 近期公告 由于经营困难 决定给部分员工放假约半年 据港媒报道 网传赴港 昆山有限公司通讯原件事业处公告称 因受欧美市场大环境影响 消费性产品需求减弱 2023年实际营收较前一年下跌高达52% 预计今年会比2023年再跌34% 该公告称 根据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相关规定 事业处决定于2024年1月17日由单位告知 需停工放假之同认 并于2024年1月19日起开始安排停工放假 2024年1月份将发放完整全新 2月起发放江苏省最低薪资2280元的80% 并由公司支付个人所应负担之社保与公积金费用 单位会因生产需求增加 随时通知员工返厂上岗 如无明显订单增加 停工放假将于2024年7月31日结束 赴港 昆山主要生产游戏配件 集成电路 线路板 摄像头等电子通讯设备 中共统计局1月17日公布2023年人口数据 称中国人口为14.1亿 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 死亡人口1110万人 人口净减208万 这个数字受到大陆民众质疑 南京一位了解中共公安部内部数据的人士 向本台记者透露 中国因疫情死亡的人很多 现在没有14亿人口 全国在公安机关有登记的人口只有10亿 现在医院这门还是人多 哎呀那死的都一见见的了 打完新冠疫苗的最后 尤其是老年人 最后的结局就是白费 中国现在没有14亿人 从公安部那天我看的 在侧的人员有10亿出头 灵霄说 现在中国疫情肆虐 人们看不到真实消息 近期 本台记者采访了大陆多个省份的民众 无论城乡 几乎人人都表示自己或者家人感染了病毒 而且身边有很多人猝死 死者中不仅有老人 还有很多是青壮年和孩童 但中共官方和大陆媒体对此几乎只字未提 中国大陆的中共病毒疫情 从2019年底在湖北武汉爆发以来 从未消亡 高峰时期 各地火葬场 比仪馆都爆满 2022年7月 曾发生上海公安局数据库遭黑客入侵事件 黑客Chinadan在网上公开出售 10亿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 当时国际媒体追踪报道 专业人士表示 这个数据库是完整的 时政评论员邢仁涛也发文评论说 上海公安局数据库的信息显示 全国人口也就10亿左右 和中共官方宣称的14.2亿相差4亿 佐证疫情中死了4亿人 中国经济崩溃时下滑 一片哀鸣 国企和私企巨头一波又一波的大财源 中小企业滚雪球班密集倒闭 连江浙护广等地区都一直难求 找不到工作的打工人纷纷返乡 到处传出农民工讨薪 欠薪的问题越演越烈 1月17日 福建厦门 数十位农民工站在楼顶边缘讨薪 消防员在楼下铺设起点 1月17日 广东广州 红天国际酒店用品采购中心 拖欠农民工工资 工人们多次追讨无果 无奈聚集在公司门外讨薪 有网友说 广州都这样了 看来快了 中共的维稳机器快撑不住了 维稳机器撑不住了 中共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也有网友说 可怜农民工在盛世新时代被逼 竟然走到拿命维权的地步 可悲